不过如今面临大敌 这些确实小事了 还是先联手应对这头曲摇化身再说 银池青年想到这里 轻咳一声的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对面的曲摇突然肥胖的身躯一扭 朝四人所在猛扑了过来 同时大口一张猛然喷出了一股雪白的棉絮般的事物 迎风一展 变化为一大片白色蚕丝 铺天盖地般的兜头照向了柳铭等人 小心 这蚕丝坚韧无比 轻易的无法斩断 被其缠住很难脱身呢 只有用灵火方才能够将其稍断 罗天成脸色一变 飞快的提醒一句 并身躯一晃的向后倒射出去 柳铭文言不加思索的脚下一点地 人也向着远处一飞而开 拖开了蚕丝笼罩的范围 同时单手虚空抬起 驱止一弹 七八道金色剑气便激势而出 击打在了其中一片蚕丝之上 虽然罗天成这么说 他还是要亲手试探一下其坚韧程度 蓬蓬几声闻响 这些蚕丝便被七八道金色剑气轰击一下 只是微微一晃 并继续的一路而下 却是丝毫无损的模样 柳铭见此情形脸色微微一变 银车庆年在倒飞出去的同时 周神机关战甲金芒一闪 三对金色机关翅膀再次一展而出 并不停的上下扑哧扑哧的挥动起来 速度一提之下人影一闪 便已经到了数十障外 紫发男子瞥了柳铭二人一眼 愣笑一声 却并没有后退 其方才与曲瑶交过手 应对这蚕丝早已凶有成足了 只见他脸孔上黑黄色的灵纹一闪 猙獰鬼物虚影 凹的一声鬼嚎的浮现而出 挡在身前 张口喷出一缕缕墨绿色火焰 瞬间化为一片绿色火柱的 撞下了迎面而至的白色蚕丝上 一阵呲呲的声响下 蚕丝在绿眼之中只是坚持了片刻 便化为了灰烬 看到此景 柳铭和银车青年目光都是一亮 看来罗天成所言不虚呀 这白色蚕丝真的为火 另一边罗天成的手中不知何时 亮起了一个样式古朴的青铜古灯 灯身上看不到丝毫的符文禁止痕迹 颇为光滑的样子 只是灯心上却燃烧着一团 斗大的银色火焰 随风飘摇不定 就在一大片白色蚕丝离其不远的 仗雪之处 他单手掐绝 打出一道荧光落在灯心上 古灯上银焰啪啪之声一响 突然变大 随着法觉一眼 一团人头大小的银色火焰冲天而起 一闪的落到了进前处的蚕丝之上 蚕丝一碰触到银焰 立刻被燃烧成了灰烬 不但如此 银色火焰还一个卷动的蔓延开来 不过片刻功夫 接近一小半的蚕丝 就此消失无踪了 曲妖似乎对着银焰也颇为忌惮 巨大身躯上青光一闪 扑击过来的动作一缓地落在了一旁 一双腹眼中 胸光流转不已 漫天的白色蚕丝也是一手而回 在他身前结成了一层白色丝网 将其身形护在了其中 此发男子见此 回首淡淡地看了罗天成一眼 先前两人被困在怪异空间和取摇厮杀之时 罗天成并没有拿出这青铜古灯 显然当时是有所保留的 柳明和银车庆年 见罗天成与死发男子 二人挡下了一波攻击 登记也不再后退 身形一动下 从另一个方向朝着取摇飞射了过去 四人将着取摇隐隐围在了中间 哼 没想到你们几个人足小辈 倒也不是范范之辈 屈屈化精修为 竟然能够逼得本座到如此地步 取腰上半身的身子 骤然升腾起来 泛着红光的一双腹眼 飞快地从围住其的四人身上 一扫的而过 声音还是女子声音 但语气却是阴森无比 话音刚落 其臃肿的身体中 发出了一连串的扑扑的闷响 头部的两排气孔中 突然一个闭合下 骤然长大了几分 一片片的灰色雾气 从中喷涌而出 灰色雾气眨眼间 笼罩了周身食欲帐的空间 其庞大的身躯 淹没在了灰色雾气当中 变得若隐若现起来 最诡异的是 那些原本的白色蚕丝 在这诡异的灰气当中 竟然一阵的模糊 隐匿不见了 自发男子现此情形 脸孔上黑黄色灵纹一闪 身后的鬼物虚影突然 小腹一鼓 灯笼般的双瞳中 阴红之色更胜了几分 大做一张 十余颗头颅大小的 墨绿色火球 连窜的喷吐而出 罗天成见自发男子出手 也二话不说的 单手一抬 掌中青铜骨灯中 传来一阵扑扑扑的声响 近连飞出三朵银焰 化作三道银芒 朝取摇所在 积视而去 另一边的银车青年 自然一排腰间 一团红光 积视而出 银风化作为一条 十余丈长 水桶般粗细的 红色巨蟒傀儡 巨蟒身躯 一驱一身之下 尸尾昂然听起 两只蛇眼放出 森冷冰凉的绿蟒 大口一张 源源不断的绿色毒液 朝对面 一喷而出 柳银自然也没有闲着 目光微闪间 手中发掘一掐 张口喷出了虚空剑 金色飞进一个晃动后 就化为大片金光的 滚滚的卷去 四人能走到这一步 自然都是这次参加天文会中 各宗派出的最顶尖弟子 此番联手夹击之下 声势极为惊人 一时间 墨绿色 银色 绿色 金色 四种不同攻击 几乎同时气势汹汹的 墨入到了中间的灰色雾气当中 引得雾气一阵剧烈翻滚 但下一刻 让四人面色大变的一幕发生了 既然攻击墨入灰色雾气当中后 发出一连串的沉沉的闷响声 紧接着 风滚的灰雾渐渐的平复 若隐若现在取摇的庞大身躯 却突自得直立其中 竟丝毫没有见受伤的样子 就在四人微微一愣神的功夫 灰色雾气却四面八方的 铺天盖地的一个卷洞 等四人一惊的反应过来的时候 赫然已经身处灰色雾海之中 小心 这雾气有古怪 柳明心头竟有一种不妙的感觉 一闪而过 神尸方一离体 突然有一种被扭曲散乱的驱使 登记脸色一变地提醒道 话音刚落 挥舞中突然传来轻微的呲呲之声 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从前方击射而来 他身色一动 手中剑绝一隐 金芒一闪间 虚空剑在周围一个盘旋飞舞 更掀起了一大片金色剑气 朝前方滚滚而去 突扑连细的撞击声传来 剑气似乎击打在了什么软耳坚硬的东西之上 竟是那些隐匿的弹思 柳明脸色一沉 单手一招虚空剑 提表金光一闪 就一下子身剑合一的 向后动创而去 只见一道金红一闪而视 就用其玉剑术 顿出了雾海 同样身陷雾海之中的子发男子 听到柳明出言提醒后 面上却依旧不蓝不惊 口中青吐灰的咒语 身后的鬼物虚影 忽然间大口一张 猛地喷出了一大片墨绿色的火焰 绿燕一阵翻滚下 在其周身挂作了一圈火墙 就在下一刻 扑扑扑一阵雨打芭蕉的声音传来 赫然什么东西落在了火墙之上 发出一阵呲呲的声响 却终究没有突破火墙 子发男子心中冷笑一声 随后便着火墙包围一下 身形几个闪动响 也趁机飞出了挥舞之外 可恶 在柳明与子发男子 先后脱困而出的同时 另一边的罗天成和银车青年 却是反应稍稍慢了半分 两人还没有催动护体灵气 便觉身体骤然一紧 顿时被一层层无形的蚕丝 捆覆住了身体 二人仿佛被黏在了 蜘蛛网上的昆虫一样 顿时动弹不得了 罗天成双手被捆覆贴在了身上 只觉一圈圈无形蚕丝 仍旧往身上缠绕而上 好在身前的青铜古灯 对蚕丝颇有克制 切手指仍能动弹 灯机立断的曲直一弹 朝身前的古灯灯焰 打出一道法绝 扑底一声 灯种突然飞出了一团灯焰之花 并迎风绽放开来 一个旋转下 并化作了一条通体银灿灿的火蛇 绕着身体飞了一圈 一阵呲呲声响中 缠住其的无形蚕丝 纷纷挂为了灰烬 罗天成只觉的身躯一松 漠然的一声低含 同时周身荧光翻滚下 一阵琵琶声响传来 双臂再猛的一睁 整个人瞬间挣脱了束缚 随即身形一闪的倒飞而出 银车青年虽然也被捆成了一个粽子 但却显得沉稳了许多 口中慢条丝里的清凸了几句晦涩咒语 身上机关战甲骤然间金光大放 温度节节攀升 一股炎热气息从战甲上弥漫开来 身上的无形蚕丝同样易软的纷纷脱落下来 此等情况下 他也顾不得身前同样被捆住的傀儡巨蛇 背后三对机关羽翅几个扑腾下 便带着其身形化为一道金光往灰色雾气外飞去 原先伸出其身后的那十几头傀儡巨狼 则纷纷地向前掩护一幅而去 但身形在半空中一凝后 同样被重重叠叠的无形蚕丝 丝丝的缠住 此时灰色雾气外 六名等人已站在了一起 可恨 若非这具身体的法力不够 这些区区火焰又怎么能够毁掉本座的本命神思 雪叉 你又在干什么 这里是你的体内 还不快点施展点手段 协助本座拿下这些小辈 回舞当中 曲瑶却不禁大恨起来 同时嘴巴一张 在雾气中轰隆隆地大喝倒 这话一出口 外面的柳鸣等人均都神色以名 做出戒备姿态 但是此空间却静悄悄的一片 丝毫不见先前的雪色怪物回复什么 好你个雪叉 居然出尔反尔 让本座在搓延时间 自己却倒是在吸取精血 这个如意算盘 未免打得太好了吧 曲瑶剑子 父母一冷 臃肿的身躯扭曲了几下 头部的气孔缓缓闭合了起来 口中开始发出古怪的咒语之声 周围灰色雾气突然一阵翻滚地收拢起来 并围着他的身体形成了一个方圆二十张大小的诡异的雾球 里面被困得巨满灰蓝傀儡 竟仿佛伸出某种巨大压力一般 纷纷地爆裂粉碎 这时的灰色雾气其中雾霾蒙蒙 比脂方才不知道浓郁了多少倍 让众人彻底无法看到曲瑶的身形分好了 看来此聊死前连番争斗 法力也损伤不小 如今见情形不妙 是打算躲在雾中补出了 柳明眉头一皱 但马上飞快传言地问了一句 此地是那雪叉本体所在 其余人还被困在其中 不知死活 如果那雪叉吸收精血恢复了更多元气 再与那曲瑶联手 恐怕真不容易这么对付了 不如我们先去救人 银成青年也凝重之色的传言回道 如果此时回去救他们 一来要消耗法力后 救出之人也无战力 二来这曲瑶恐怕会趁我等分散之急 各个击破 罗天成则哼了一声地说道 这还废话什么 自然是先将这怪物击杀了 才是上策 此发男子却冷笑一声地说道 话言刚落 他也不理会其他人的反应 两手一搓 手中却浮现出了一枚光滑夺目的白色令旗 白色令旗灵光闪闪 灵气逼人 竟已是一件破倍难得的法宝雏形 自发男子口中念念有词 其面猛然展开 光滑 刺目耀眼 下一刻 一道道白色光辖 随着令旗挥舞中 从中飞射而出 迎风画了十几条 二十维杖长的巨型风龙 向着挥舞 气势如潮的席卷而去 似乎是想将灰色雾气直接击溃 银车青年见此 牛手看了那些 已经足有十几张大小的肉茧 一咬牙 将身后的三对机关羽翅 一授而起 手中法觉再次一变 双臂机关铠甲一阵幻化下 骤然幻化出一个个金色圆筒 左右手臂上 各自有三个之多 和彭越机关战甲双臂的翅色圆筒 看起来颇为相似 只是看起来小了不少 但更为的精致 上面一圈圈银色的灵纹 清晰可见 一阵连珠泡似的闷响发出 一团团散发着 炙热气息的金色雁团 从六个圆筒中 狂涌而出 密密麻麻的 连成了两道金线 源源不断的 朝中间的灰色雾球 狂射而去 罗天成则再次抬手 一道接一道的法掘 打入掌中的青铜古灯当中 放出一大片银焰 朝着前方的雾海 狂涌而去 柳铭手中金色长剑一斗 同样有密麻麻的燕影 破空而去 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巨大灰色雾球 被在十一条巨型风龙 燕影 燕团 以及青灯银焰的连番轰击下 表面出现了深浅不移的凹痕 然而 无论任何攻击出现停顿后 先前攻击所留下的伤痕 都如图皮球一般 飞快的弥合回来 如此情形 仅仅持续了七八息的功夫后 燕车青年 不只是由于法力消耗过于严重 还是发现了什么端倪 率先双臂一收得 停下了攻击 飞快的说道 常规的手段行不通啊 那些蚕丝在这诡异的挥舞加持下 一般攻击和风属性法术 完全是没有效果 这还用你说 紫发男子冷冷一哼 手中法掘一停 同样收起了白色令旗 罗天成见词 也停止催动 手中青铜骨灯来 既然收效不大 三者自然也不愿意 平白消耗法力的 就在三人纷纷停下手头攻击时 旁边的柳铭却双目微眯的 看了雾球片刻 突然双眉一跳的 击射而出 但在图中一个模糊后 凭空不见了踪影 与此同时 罗天成三人耳中 却传来了柳铭 淡淡的传音 感谢收听 摩天计